这个棚子鸡已经清完了 全部已经卖空了 前天晚上到这个树上面 茶树上面抓鸡 抓到12点钟 抓了三个多小时 晚上看的时候 这个鸡是全部抓完了 但是到这个山上白天 又发现了几只 估计是晚上躲在别的树上面 没看到 没找到 本来是以血要卖掉的 我刚刚到山里面 又发现了几只鸡 这个鸡是成金的 根本不让人靠近 刚数了一下 估计还有五只母鸡吧 有几只公鸡 是那个新养的一批 跑到这边来了 我们这个茶树林很密 这个树也很大 从这里上面顶上有五六米 晚上的时候这些鸡都飞到上面 你到下面不仔细找的话 根本找不到 有些只是歇到那个树枝上面 还看到 如果歇到那个树顶上面 根本就没办法 这个鸡卖完了 就有雾跑过来了 这个鸡蛋 看 只剩一个蛋壳了 你们全部必吃完了 到这里发现了一个蛋壳 这个地上也发现一个 不知道是比什么东西吃掉了 全都是这样的 中间一个洞 只剩一下光渴了 这个窝里面也看不到了 这里还有两个 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总共刚刚到山上就看到五只鸡 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的 这里还有一个蛋壳 也是一样 中间一个洞 两面的蛋黄蛋清全部必吃光了 还有剩下五只老母鸡 还要想办法把它抓到 找到晚上它们歇的地方 昨天晚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但是今天早上又发现它们出来了 这是一只紫空鸡 上面看到一只两只 三只 根本不让人靠近 我现在离它最少有十米远 它就开始躲着我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好办法 昨天晚上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走到 早上给了一点石 但是也出来吃了 但是吃的不多 人稍微一靠近 它就马上跑掉了 把那个石啊 玉米放到那个棚里面 它又不进去 真的是成金了 这个鸡都已经 全部都在这里面 看到了五只母鸡 Market 録级 飞 定 大家好 所以